我是仙君为他做起青鸾找的伴侣 可我却看上了无心无情的仙君 此后端茶倒水虚寒问暖三百年 甚至于我为救他性命献出妖丹 他仍冷心冷肺部为我动 宾死却只有那清理绝尘的青鸾为我落泪 转世重修一时 我想试着去爱那个满眼是我的少年 脉搏在我手下激烈跳动 我连忙回神 低头望去 便望入一片美景 身下少年长发批散在御枕上 像是水墨自发蜿蜒而成的话 眼尾薄红欲坠 湿润的眼睫微颤 那双漆黑却隐藏着压抑郁色的双眸温润 此刻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没来又给我盯出一点心虚 少年朱唇微动 宽松袖袍间的手紧紧拽着我的袖子 帮帮我 阿盈 他双眼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期待 与眼底轻微挣扎的漂亮艳色交织 分外勾人 见我似乎没有拒绝的意思 他的手大胆了许多 从袖子探到手腕 最后轻轻握住 他的手心很热 像是被火焰啄过一样 此刻落在我手腕间 惹的人忍不住心跳加快 上辈子只顾着在仙君屁股后面追逐 竟然没注意到 青鸾他这般貌美 修长手指一下下刮蹭过手腕间的骨节 他眉眼似近满水色 认真看着我 借我只手也好 阿盈 我耳朵嗡嗡的 一股热气从丹田直窜天灵盖 腰气在我体内横冲直撞 差点逆流 好不容易弄顺了气息 眼前少年早已被发情期的热度冲昏头脑 紧紧握着我的手腕 眼睛冒出水光 竟像是要哭 他脊臂微微拱起 像是男人情动期的灼烧 全身泛着银泽温润的光芒 隐隐透出些许淡红 是了 仙君之所以要为他的座骑青鸾鸟寻伴侣 是因为青鸾已到了情动之期 而我 作为青鸾鸟的准伴侣 自然是需要和他培养感情解决问题的 眼下的此情此景 我也知将要发生什么 可由于对这事实在陌生 只能在储物界乱翻一通 终于翻出了个小画册 对着画册上各种奇形怪状的图案 我只觉得脑袋快炸了 见我未答话 反而自顾自地翻书 那青鸾静委屈的乌叶两声 像是被抛弃的小兽 那双装满委屈的眼睛黑漆漆的 映着琉璃火光和我 暖融融的 诱人深陷 他微微歪了头 强称精神留存了一丝理智 阿盈是不喜欢我吗 青鸾的声音 像是被体内灼热的火苗烤化 听在耳边软绵绵的 这声音在我脑袋里不断飘荡 体内腰气又有逆流趋势 人中微热 流出一长串鼻血 我狼狈地擦去鼻子上的热流 手背上一片鲜红刺目 在我愣神之际 身前少年已将我拉入怀中 青鸾怀抱温暖 像是坐在火堆旁烤火 明明如今并非夏季 我已出了一身薄汗 她的下巴搭在我肩头 微微侧手 在我耳侧吐气如蓝 阿盈愿意吗 该死 闲事怎么就没有发现 这青鸾如此会撩人 头脑不清楚的间隙 只能感受到烙印在肩颈的身吻 她唇半柔软 像沾染了露水的花瓣 留下一段深刻入骨的淮花香 糊里糊涂的 我点了头 春日花朵落入凶猛海潮 映着一片不切实际的梦 少年怀抱着我 清澈眼神变得幽暗 她轻笑 精致的眼眉挑上一抹飞红 既然答应 阿盈便不要跑了 嗯 十分难忘的一个夜晚 此刻外头已经天光大亮 阳光探入洞穴 将这一小方天地映亮一半 我揉了揉酸色的眼皮 刚要起身 腰身一阵酸软 石他的另一侧 已经没人了 被阳光照射着 伸手摸过去 只有阳光的温度 看起来 青鸾已经离开许久了 这家伙怎么回事 吃完就跑吗 不知道打哪起的无名火 有种被鸟利用完就丢的愤怒 当下也靠着石壁好好思索起来 难不成前世青鸾对我念念不忘 是因为从未得到 如今得到了 觉得也不过去那样 唉 叹了口气 觉得自己天下第一情感白痴是也 可怜的小狐狸 整整两世 被这对主仆玩弄于鼓掌之间 我运起妖气 将丹田内的腰单滋润的透亮 身上的酸软顿时缓解不少 随后变化为原形 跑出洞穴 我虽法术一般 跑步速度却绝了 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 便跑到了青剑山界碑处 回头望了眼困着我前世记忆的高山 心中竟半分不舍也无 也许对仙君的感情 早已随着重生留在上一世 这一世虽与青鸾有了一夜交集 却也只是帮他度过情动期 青鸾那般珍惜的神鸟 若非实在难以挨过情动之苦 怎会选择一个普普通通的狐妖 默了默 我抬起脑袋瓜子 看了眼湛蓝的天 毅然决然地冲下山头 却不想我毛茸茸的四肢 正跑成虚影 后颈皮却舒然一紧 我整只狐静腾空而起 只剩下不停扑腾的四个腿 我大惊 整只狐被那只手转了半圈 对上一双无情无欲的锐凤眼 那双眼睛像是掺了冰茶 没有半分人类该有的温度 正是仙君 他冷冰冰的凝视我 长发被风吹起 语气也阴森森 小狐狸 你要去拿 怎么说 狐狸运气差的时候 鹰沟里都能翻船 本想着这几日仙君闭关清修 青鸾也解了轻动气 这没我这只多余的狐什么事 那我正好跑回家玩一玩 若是青鸾那小子有心 便会再来寻我 若是没心 不再相见也并非不可 经历了前世 不说我变得有多么聪明 肯定也长了教训 狐狸是万万不可恋爱恼的 否则会丢了小命 可不知为何 这本该在山上闭关的仙君 怎么静下山歹狐呢 难不成其实他闭了个假关 在这青剑山下守住带兔 为了捉山上弟子门禁 却唯独捉到了我 大意了 仙君身上充沛的灵力 压得我四肢发颤 抖入筛康 我见仙君中眉 声音却缓和几分 怎么要跑 昨夜青鸾带你不好吗 我大惊 仙君怎么知道 我与青鸾昨夜之事 难不成青鸾那小子 竟连这种私密事 也与他主人讲吗 还有没有点王法 有没有点天理 有没有点分寸 可惜 就算心里惊涛骇浪 在强大威压之下 我也只能安静地 如一坨毛绒玩偶 没 没有 只是出来活动一下四肢 该死 就算重新来过 面对修为高深的仙君 也仍旧是那般发出 听了我的解释 仙君略微拧起的眉头 似乎舒缓不少 提着我后颈皮的手一松 我落入了仙君怀中 天旋地转 仙君的怀抱泛着冷气 胜过我蓬松的毛发 直往肺腑里钻 两世 这是仙君头一回抱我 还真是稀奇 不过此刻我却伸不出 半分一米心思 整只虎几背攻起 只觉得如坐针毡 如忙在背 如梗在吼 仙君的怀抱和清暖的不同 一个是冷清自持的得到仙君 一个是热烈真挚的少年鸟人 也许是昨晚被清暖暖过的身体 太过贪恋温暖 当仙君那只大掌 抚过我后背时 两翼刺骨 瞬间便激起难以控制的颤抖 哪怕他轻轻顺着我的毛发 也依旧难以消解 我内心的不安 仙君的手很冷 和他人一样 我很是忐忑 不知道仙君要将我带到哪里去 应是察觉到了掌心之下的颤抖 仙君的手微顿 语气似是不解 你怕我 明明先前见到他 总是一副欢欢喜喜的模样 今日怎就害怕了 像是想到什么 仙君目光如有实质 停留在我后背 是清暖他欺负你了 若属实 本君替你教训他 明明仍是那样 毫无情绪波澜的声音 却意外的有安全感 十分神奇 仙君这两句话 成功让我不抖了 我知晓了他来抓我的意图 应该是阻止他的 做其清暖的伴侣溜走 特来逮我 而非至我的罪 我安心的趴在仙君胳膊上 眯起眼睛 直到被放在了毛茸茸的熔毯上 我踩了踩熔毯 触感十分令人陶醉 一抬头 仙君就连影子都没留下 环顾四周 发现这不是别处 竟是仙君的寝殿 为何仙君将我放在这里 要知道 仙君有极为严重的洁癖 就连他的神兽青鸾 都无法踏入的地方 不可能让我这只 不算熟悉的狐狸进来 难道仙君也重生了 知道我上一世 破单救了他 所以这是重来 才对我这般和善 定是如此 不然不可能变化的这么快 我不算绝顶聪明 却也一点不笨 知晓仙君如今有意 并非对我有意 而是为了全我上一世 献单相救的恩情 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 如此想着 我便安心趴在软毯子上 枕着蓬松的大尾巴睡了过去 直到一双沾满水汽的手 将我抱了起来 我睁开仍有些模糊的眼睛 却猝不及防地 对上一小片冷白 仙君穿着松垮的寝衣 记带很松 自锁骨之下 露出一片如雪肌肤 在寝垫的清寒光芒下 泛起冷而润的荧光 我能感觉到 一股冷气直窜脑壳 头顶立了一片鸡皮疙瘩 感觉屁股扎满了银针 坐立难安 仙君长下灵力涌动 扶上我后背的毛发 冷冽的灵气 堵入我的身体 温凉气息扶过腰骨 一部分伸展到四肢 一部分护在丹田内的腰单之处 伴上后 他开口 清鸾出精情动 不知轻重 你也莫要怪他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仙君说这话时 惯常没有情绪的脸 此刻竟是红的 从脖梗到耳间 都弥漫着可疑的粉色 冷白肤色 拢上如同桃花绊细腻的颜色 让我想起了 昨夜清鸾印在我唇上的吻 滚烫的 自带着无穷无尽的爱意 我不懂 明明和清鸾亲密的人是我 他还修个什么劲 难不成还有替别人害羞的 仙君实在是太诡异了 他坐在岸前翻书 却仍抱着我 不算温暖的怀抱 实在让我的精神饱受折磨 有点想念清鸾了 偏偏我又不敢贸然乱窜 否则若不慎碰了灵气 一百条狐命都赔不起 我大气都不敢出 直到仙君的指尖 轻捏了下我的大耳朵 小胡 怎么心不在焉 我搭拉着脑袋 还是挣扎了一下 仙君 我想念清鸾了 仙君本要翻书的手一顿 他将我放在桌案上 压住了那卷价值不菲的数法点击 他好看的唇 微微开合 想他 可怎么不见 他来寻你 我尬住 总觉得仙君这句话 莫名其妙染了些酸味 可又无法抓住端倪 正要硬着头皮脚辫 店外便传来一阵 略显纷乱的脚步声 我能感受到 仙君周身的气息凝滞一瞬 富儿又将我抱起 朝着店门之处醒去 店门开了一扇 我对上了一双精致漂亮的凤眸 见到我时 他本来惊慌的神色稍微收缓 清鸾脸上重新挂了笑 是能照进人心底的热烈 仙君 我来寻安盈 若是惊扰仙君 也请不要责罚安盈 罚我便好 这话说完 我察觉到仙君的脸色微变 十分复杂 难以揣摩 怀抱我的力度松开 我顺势纵身一跃 跳进了清鸾的怀里 他很小心地捧住我 微热的手撑在我前肢之下 将我稳稳当当地抱好 少年的呼吸 驱散开 站在我毛发间的冷气 我才觉得自己又活了过来 仙君四懒地管他 更无暇顾及我 扫了我们一眼 便回了店内 紧紧关上门 清鸾四松了口气 将我往上提了下 柔软的唇瓣印在我的耳朵上 阿盈 仙君没有为难你吧 我早晨定摘果子去了 一回来发现你不见 以为你不要我了 随即 他又十分疑惑 是仙君去洞穴抓你了吗 仙君洁癖很重 从不会踏足别人的底盘 哪怕是自己坐骑的洞穴 也从未涉足过 我摇头 我醒来见你不在 便想着去找你 没想到不小心跑错了地方 被仙君捡到 好在现在的我还是狐狸身 就算说谎会脸红也看不出来 清鸾信了我的话 将我抱得更紧 像是捧着势而复得的珍宝 我本想着你昨夜劳累 不想打搅你 下次一定带你一起 少年的脸红的有些异常 体温有逐渐攀升的趋势 好似想到了什么 整个人显而易见的羞奶 他压低声线 附在我耳侧 轻声细语 哀迎 与我节气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 好吗 我开向他的眼睛 清晰地看到了我的倒影 看到了自己点头 我听见自己说 好 店内传来灵气碎裂的声音 像是东西砸碎在地上 惊得踩在枝头的小鸟扑腾的飞远 青鸾愣了片刻 却只是扬起红润唇半 仙君似乎心情不太好 我们走吧 嗯 我娘亲总是说 狐足最笨的狐狸就是我 她说我脑袋瓜子里头装江湖 一摇能听的见水声 笨得连天敌都不屑持 我不信 毕竟我当年可是我们那一批里头 第一个学会画形的狐狸 大家都叫我大聪明 可惜 一直到今日 除了画形与运气以外 我啥都没学会 和我同批的其他狐狸都学会顺一术 我还只能靠我刚猛灵活的四肢 同伴们都嘲笑我 说我是个废物点心 以后也就给未来伴侣 暖暖手暖暖床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用处 我还是不信 因为我打离了娘 她就觉得 自己是整个狐足最特别的那一个 老天肯定会将大任于我 只是不知将在哪里 我娘与众心长的跟我说 笨点也没关系 只要你做做好事 终究会被眷顾的 可能有天醒来 我们阿营真的会变成聪明狐狸 我扬起脸 问娘 什么算做好事 他们告诉我 帮助别人就是在做好事 可若我不小心帮助了坏人 也算是做好事吗 也许是我当时的问题太高深 我娘当场愣住 半晌后 她轻易地抚摸我的后背 青剑山的飞慈仙君与我们狐足有恩 仙君做骑是只青鸾鸟 需要一位伴侣度过发情期 我愣愣地看着我娘 我看到她眼底有泪光 似是不忍 青鸾乃神鸟 又是飞慈仙君的神兽 你去报恩 也是我们狐足高攀了 大家都说高攀 其实也心照不宣地知道 青鸾鸟需要的不是伴侣 是渡过勤动期的工具 待勤动之期一过 就会抛制脑后 没有人会管这个工具会不会被承认 毕竟一只稀有的神兽青鸾 整个狐足夹起来 都比不上它一根羽毛 我生线颤抖 所以被放弃的是我 对吗 几乎是立马意识到 指挥话形的我是被狐足舍去 而献上的弃子 娘亲让我做的好事 也并不是真的去做好事 除了长老 狐足的每只狐狸都说我不聪明 其实我最聪明 聪明的我 其实也怕被抛弃 所以上辈子的我不敢靠近青鸾 害怕被用完就丢 笨拙且小心翼翼 讨好那个石头座的仙君 我想证明自己也是有用的 可惜 按照上辈子的战果来看 除了我的腰单 救了仙君一命 没有任何用处 这辈子 青鸾将我放在铺着软弱的石床上 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袋 漂亮凤眸微光炼焰 啊 阿盈 能不能 能不能画一下人形 迎着美色 我点头 画回了人形 可有些干大的是 我身上的裙子经过一夜激战 早已破上家乱 还未抬头 便被人用锦背裹了起来 他的脸早已红得不能再红 一边用被子裹紧我 一边喃喃自语 糟糕 忘了买裙子 我把双腿也缩进被子里 看着这床崭新的被褥 扶植心灵 你起那么早 是去买被褥了 我记得 昨天这时床上只铺了层虎皮 有之欲诊 现在不仅有了被褥 还多了一个看着就柔软舒适的枕头 青鸾听了我的话 别开眼像是不敢看我 昨天 你说 墨后背 我的脸也红了 半张脸塞进被子 企图藏起来 整个洞穴都弥漫着 他身上好闻的槐花味 我连人带被他搂着 距离近到能听见他的心跳声 额上一热 他在我额头留下了一个亲吻 明明未曾说话 却那么庄重 像是一个未说出口的誓言 我听见他问我 阿盈 结了契约 便不能丢下我 你想好了吗 恍惚之间 在青鸾花香里 我看到了上一世 为仙君失去性命的我 被青鸾紧紧抱在怀里 他的眼泪滴在我的脸上 和他的怀抱一样热 我感觉我的眼睛有些模糊 随着眨眼落下一滴泪 被面前的人略显慌乱地失去 他有点不知所措 别哭 暗影若看不上我 不节气 也是可以的 我知 我比不得仙君 掌心下的心脏在跳 从他心口滴到我的手心 晕出一团湿热 我的心也跳得好快 这叫做心动吗 这一世我是为他而来的 我心中默然涌出这么一句 在他期待的目光下 我郑重其事地点头 我想好了 我对他生出了 无法控制的好感 像是山洞口那棵开满槐花的树 热烈却纯粹 迎着青鸾惊喜的眼神 青绿色花纹爬上我的手 反复精致的图案 金光四溢 烙在我腕间 与此同时 伴侣七成 他的手腕内侧 也多了一圈银白纹路 闪着青浅的光芒 仔细地看 像是一只小狐狸 青鸾不知从哪变出一坛酒 又变出一个切成两半的葫芦 被一条不长不短的红线穿着 我问他这是什么 他告诉我 这是山下人们成婚实用的酒杯 他把酒倒进两个葫芦里 我敲了敲脑袋 我知道这叫合锦酒 对不对 青鸾伸出手揉我的头发 只夸我聪明 我得意地养其脸 咱法术可能不太行 那些结局各异的话 本子却都翻出了毛边 咱小狐狸 聪明着呢 我学着他的样子 将半瓢葫芦里的酒喝光 看着他眼睛亮亮地盯着我 朝我念永结同心 我想起话本子里写的 拿出储物界的剪子 剪下他一小缕头发 又剪了一缕我的 继承了个丑陋生疏的结 我告诉他 这就叫做结发为夫妻 青鸾见我说得认真 妥贴珍重地 将那头发结放入锦囊中 收在了储物界里 做好这一切后 他认真地看了我许久 手心贴在我的后颈 闭眼吻了上来 少年唇半柔软 脚乱春水一迟 我捂住快要动出来的心脏 闭上眼睛 感受并回应着他的贴近 他拥着我 身上很温暖 足以将我一整颗心融化掉 正亲地望我 却听得洞口结结破碎 凌乱的脚步声越来越接近 青鸾有些懊恼的起身 眼珠身体的变化 低声安慰我 阿盈别乱走 我出去看看发生什么事 我应了他一声 稳定心神 大致想起了前世 这个时候发生的事 飞辞先君很强 也正是因为如此 数大招锋 他的仇敌也不少 先君天生剑骨 修无情大道 其修为在整个修仙界 数一数二 自也招来了魔族注意 前世此时 魔剑魔君攻上青剑山 是要活捉先君 以正修为 那一仗 魔族节节败退 狼狈逃窜 先君虽赢了 却因伤势过重 导致魔器轻体 生出心魔 而青鸾作为先君的 神兽间坐骑 也受了很重的伤 我那时忙前忙后 照顾两个 在胡祖养的那点小肥镖 很快扁了下去 心累得很 回过神时 我连忙拉住青鸾的胳膊 他垂眸 眼底光芒温和 被琉璃灯中暖光 照出些令人心悸的颜色 陈兴 我第一次念他的名字 惊觉绕在口中 竟那样好听 他嘀嘀硬一声 丝毫没有催促之意 反而音色温柔 带了些安慰人的笑 阿盈别怕 洞穴中的阵法 可保你无恙 他微微俯身 单手将我虚搂在怀 牵了下我的发顶 似在安抚受惊的小兽 陈兴身上好闻的花香味 包围着我 有点飘飘然 我从怀里 拽了个玉佩塞给他 我仰起头看他 认认真真 这玉佩是保命的灵器 陈兴 你一定一定不要受伤 前世的他 比先君伤的更重 近乎于掩掩一息 不知是贪恋他 他给我的一小点温存 还是如何 我不想看他 再受那样重的伤 听我这样说 他愣了一会儿 可能是不太理解 为何以前张口闭口先君的我 此刻为何只担心他一人 我记得他的眼睛 如流离碎星般璀璨 唇角浅浅挑起一个笑 那样郑重地回答我 好 我很担心他 如今 我已与青鸾结为伴侣 若是他不变心 我自然也不会弃他而去 有些难以言喻的情绪 密密麻麻地裹挟了我 我不知那是担忧还是慌乱 却深知以我那不入流的法术水平 去了也是添乱 平白给人把柄 只能忐忑地守在洞穴里 不敢踏出一步 等待的每一天都很难熬 像是小伙将我温了转煮 煮了再煎 煎了再炸 无时无刻不再担心 害怕见到前世那个满身是血的他 直到洞穴外魔族的呐喊声退去 空气中飘着刺鼻的血腥味 我走到洞口 掩住此处的槐树 直返叶茂 雪白的花朵在夜色中光泽盈透 将血腥气味冲淡 我拨开挡住视野的树枝 望向远处结界 只见那破碎的结界 已经修复完全 泛着冷白色的光韵 这证明仙君无碍 还修好了山上结界 可我却丝毫不觉得轻松 心跳得极快 生怕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 谁知 刚要踏出洞穴 迎面便吹来一阵冷风 我猛地抬头 对上一双无情无欲的锐凤眼 居高临下地看我 明明是一如既往毫无情绪的目光 我却觉得像在审视 我后退两步 拉开与仙君的距离 恭敬道 见过仙君 顾飞慈轻微拧眉 一身白衣仙尘不染 唯有眼底光色灰暗 完全看不懂 你与陈兴结气了 声音冷沉 寒色刺骨 我虽不解他为何要问这个 却也不觉得压迫 更没有前世那般小心翼翼的讨好 点头 大方承认 是的 他的表情忽然变得有些奇怪 目光盼着我手腕 我翻转过来展示 青绿色的契约纹流光一彩 仙君默了一会儿 欲言又止 五指扣着袖袍内侧 看起来有些僵硬 可我此刻并无暇思考这些细节 连忙问他 仙君 陈兴他如何了 未等我这话说完 这风清朗月之蓝运输的仙君 便在洞口晕厥过去 脑袋磕在石壁上 留下一块烟红 生死不知 我大惊 连忙蹲下身去是他鼻息 见还有气 便放心 堂堂青剑山仙君 自然也不能如此躺在这 我找出一块老旧的毯子 铺在地上 使出吃奶的镜 给他拖拽上去 这一套连招下来 我已是满身大汗 没想到他看着挺受 结果这么重 本想直接离开去找陈兴 却被他裸露在外的手腕吸引 我用袖子裹着手 将他手腕翻转 掠过修长手指 手腕内侧的银色纹路 让我头皮发麻 那纹路像极了银色的小狐狸 正是我的标志 随着我指尖靠近 那纹路光滑流动 竟像在感应我的靠近 顾飞慈手腕上 怎会有和陈兴一样的节气纹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眼下心里的惊涛骇浪 千万种离谱的念头 在我脑瓜子里过了一圈 都被我一一否决 我能明确地感觉到 飞慈仙君并不喜欢我 他像是水穿不透的玩石 不论是我 还是天下的任何美貌男女 都无法动摇他分好 他修无情道 如今修至大成 早已摒弃一切情感私欲 据飞声只差一个契机 就像掌门所说 顾飞慈境界之先 并非常人能及 自然不会受万象纷扰 可他对我的态度 却又很奇怪 不是喜欢 并非好奇 更不是对小辈的关心 难以揣夺 难不成真的是因为 仙君也重生 对我的关注是在报恩 可眼下 我也没时间去想这些 储物界里翻出颗固圆丹 放到他嘴里 便连忙去找青鸾了 跟随着前世的记忆 来到青鸾上一世受重伤的地方 月光将地面照得惨白 地上血迹运开一大片 已经半干 血腥气越发浓重 却根本没有青鸾的影子 我左顾右盼上蹿下跳 地上空空树上也无 难不成青鸾太人间蒸发了 可他受了这么重的伤 能去哪里呢 难不成是被魔族掠走了 各种不好的念头围绕着我 我感觉我整个脑袋快要炸了 明明夜里风凉 我却惊起一身冷汗 我缓了缓 脑袋里扎然跳进来一段法术 是我从前在杂书上看到的 若是与寻找之人结了气 这束法能感知到对方的位置 我不知这法术能否成功 毕竟从前也没有验证的对象 我闭目运气 心中默念那段法觉 一股微热气息环抱了我 再次睁眼 我竟看到从手腕齐约横上 蔓延的白色细线 这束法竟然成功了 不过让我诧异的是 这白色细线竟然有两条 一条向前蔓延 一条来自身后 我身后 自然对应着青鸾的洞穴 里面的人 正是昏迷不醒的非词仙君 疑惑再次席卷了我 我想不通 明明我只与青鸾结了伴侣气 为何仙君身上也有 这什么奇葩事件 边思索着 边朝着远处赶路 走着走着 面前乍现一片寒雾弥漫 我低头 看到了路边石碑 才知此处是青剑山的仙泉池 仙泉池是仙君疗伤的地方 有时候青鸾受了伤也会去 青鸾若是在这 那便是虽受了伤 却不至于危及性命 此处未射结界 我收敛气息后 悄然迈入 在仙泉中央看到了他的背影 可让我意外的是 他并非在靠仙泉疗伤 反而像是在洗澡 美人沐浴 实在养眼 看得人心惶惶 少年背部线条优美 且有力量 让人根本舍不得一开眼睛 我捏手捏脚走到他背后 刚准备拍他一下 却被一只湿润寒凉的手 扼住驳梗 仙泉中扬起的水花四处飞溅 在青鸾看清我的脸的瞬间 他慌忙松手 未顾及自己此刻不着片履 连忙跃至岸边 捧着我的脖子轻轻吹气 语气也染上溃义 安盈 我 我不知道是你 疼吗 似乎很心疼 他眼里聚集了一层水光 风一吹 就泛起一阵波澜 我摇头 疼倒是不疼 就是吓我一跳 你得补偿我 他吹得我脖子痒痒的 明明吹出来的风是凉的 却勾起一层浅淡热度 他声音缓缓 怎么补偿你 我眼睛不太受控制 从他胸口一路向下 然后盯住一处猛桥 青鸾后知后觉 雪白肌肤迅速变红 略显扭捏地挡住 今日 今日恐怕不妥 不妥什么 我装作没听懂 视线回到他脸上 微微歪头 语气急切 你是在疗伤吗 你受伤了 青鸾刚点了一半头 却又疯狂摇头 连连否认 我没事 我只是沾了很多血气 想洗掉再去找你的 他这个样子 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绕着他走了一圈 在他身后定住 只见那弧线优美的后腰处 有着一道很深的血痕 鲜血虽已止住 伤口却仍旧猙獰 透出骇人的鲜红 四察觉了我的视线 他的身体肉眼可见的僵硬 甚至在微微颤抖 我的手轻轻触碰他的腰身 感受到他在发颤 低声问了句 还疼吗 不疼 我没事 等我恢复灵力就好了 阿英不要担心我 说话间 他便给自己披上了一条血白的毯子 将全身拢住 转过身讨好的看着我 不会留疤的 阿英不要嫌弃我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我们如今是伴侣 你受伤我也会难过 可你瞒着我就等于欺骗 他的眼睛亮亮的 湿漉漉的 拧了一层漂亮的水雾 十分听话的认错 我错了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该隐瞒你 我心肝猛猛一颤 只觉得荡起一片柔软 连忙张开手臂去抱他 小心地避开他后腰的伤口 我给你上药 你如今灵力没有恢复 涂一层药膏才不会太难受 我虽然法术不擅长 可储物界里头救命的东西很多 灵丹妙药也攒了不少 不说药到很消 也绝对能缓解大部分疼痛 他红着脸答应啊 用毛毯过好下身后 留了个后背给我 青鸾身材很好 肩宽腰细 肌肉线条流畅 击鼓向内微欠 一滴悬在身上的水滴向下流淌 眼见就要粘上伤口 一把被我擦去 手感真不错 掏出一罐外伤药膏 轻轻擦在伤口上方 这药膏里有灵草 良意在指尖荡漾 全被我涂在上面 听到他轻撕了一声 我又放慢了动作 轻声询问他 伤口很深 怎么弄的 他语气变得可怜兮兮的 像是一只惹人怜爱的大狗 那些魔族们打起架来不要命 我修为没有仙君高深 伤得重了些 半晌后又添了一句 仙君此时应该回寝殿了 你莫要担心 这句话他说得很小心 好似生怕我抛下他去找别人 和从前许多次一样 灵草果然神奇 不过刚刚抹完 这伤口便已经合拢 虽看起来仍猙鸣 想来因减轻了许多疼痛 我抱来叠在岸边的衣裳 看着他换好 来拉我的手 他笑咪咪的 阿盈我的药膏就是神奇 真的一点不痛了 既然阿盈等不及 那我也等不及 我们回去就 他话说了一半 便被我捂住嘴巴 低声些 被人听见可怎么办 再者说 那非此仙君在我们的洞穴里 难不成趁着他昏睡 寻找刺激吗 仙君也在洞穴里头 一路上 我都在想怎样告诉青鸾 比较合适 毕竟我如今 想和他好好在一起 自然要在意他心底的感受 目光扫之手腕之间 我偏过头问他 陈兴 若我与你节气 这印记是不是指在你身上有 他十分肯定地点头 当然了 我们的印记都是独一无二的 请能彼此感应 一印对一印 不会混淆的 话音刚落 我们镶嵌的两只手 万间光芒流动 像是在互相照应 在夜色中格外明显 我内心疑惑更深 既然如此 为何非词仙君的手腕上也有 难不成神兽与主人之间的灵兽器 也会被影响 不应该才对 越想脑袋越大 直到他的手抚平我的眉头 怎么了 有什么烦心事吗 我欲言又止 将他拉入洞穴 将仙君手腕内侧的印记 指给他看 那这是怎么回事 青鸾愣在当场 狭长漂亮的凤眸 竟是错愕 将头凑过去近距离观察 甚至不顾仙君解脾 上手去搓 可惜 那印记当真是长在仙君身上 怎么都擦不掉 青鸾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震惊 从震惊又转化为悲伤 爱爱看着我 仿佛我是什么复兴狐狸 我拍了下他的脑袋瓜子 想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与仙君私自结气 就算结气 我身上也没有仙君的气痕啊 青鸾听到这儿终于缓和了面色 正要开口 我去见他背后的仙君睁了眼 隔着青鸾的身形 那双锐凤眼冷静地凝视我 附了一层双血似的 生生将我钉在原地 这是什么眼神 只见他呼得拂袖 那阵风带起了地上零星的淮花花瓣 我身前的青鸾晕在了我的怀里 顾飞此起身 朝我走了过来 奇长的身形 掩住角落的琉璃灯 面前阴影错落 撑得上昏汗 没有来的叫人发怵 我稳住心神 仙君这是何意 他仍旧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死人脸 手指微抬 施法将我怀中的青鸾变回原形 这下 陈兴变成了一只硕大的鸟 语色鲜艳独目 青绿交织 漂亮极了 薛盈 你确定自己喜欢一只鸟吗 我将怀里的大鸟牢牢抱吻 当着他的面亲了口青鸾的头 头顶羽毛柔软 亲感很不错 自然 我既选择与陈兴结气 肯定是因为有好感 也不只是有好感 我承认我是一只脑袋黄黄 偏爱美色的狐狸 短短几日 我已经被青鸾给俘虏了 他没回来 我会惦记 受伤我会心疼 我看得清自己的心 这不仅是好感 我又肯定的点头 我喜欢他 很难形容仙君此刻的表情 像是嫉恨 又像是不甘 他没头拧起 带着答案来问我 薛盈 你重生了 对不对 我没否认 是又如何 他笑了一声 冷笑 又像是在自嘲 你不知他来历 就与他结气 若有一日 他背叛了你 你当如何 我的大脑终于转过来弯了 仙君不会是因为我这辈子没追着他跑 反而喜欢别人 不甘心了吧 难不成他也是话本子里那些老是后悔的男主角 失去了才觉得难能可贵吗 他会不会背叛我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想来与仙君无关 上一世 我就仙君的确是出于仰慕 可这一世 我只想和他好好的 仙君 上辈子的事 您忘了吧 我话音刚落 手腕便被禽住 仙君手指修长有力 此刻不留余地握着我的手腕 我只得用一只手脱牢了怀里大鸟 手腕内侧的青绿色印痕光芒起立 印在仙君之间 闪着略显皈异的色泽 那你可知 为何我手上有和他一样的印痕 我摇头 这是我最疑惑的一点 明明这一世的 我和仙君的接触还不算那么多 不该有任何交集才对 仙君眼尾四情了一抹身红 莫名隐忍 因为他本也是我 我脑子轰的一声 瞪大了眼睛 愣愣与他对视 根本找不到自己的声音 你 你说什么 什么叫他本是我 与仙君四目相对时 那双弧度好看的凤眸 竟缓缓与青鸾的双眼重合 不同的是 青鸾眉眼热烈 看向我始总带着笑 而仙君 大多时候总是没有情绪的 除了那双眼睛 其他的地方却不太一样 认识天王老子来了 也是完全不同的样貌 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多荒谬啊 顾飞此那张宝唇 再次开开合合 我修无情道 却深知七情六欲 乃人之常情 难以割舍 为了追求极致 我剔除了情根 埋在树下 可我未曾想到 对我剔除的情根 受那千年怀树的影响 借一段怀树枝 修成肉身 成了另一个我 我已是满脸问号 除了抱紧怀里 羽毛蓬松柔软的青鸾鸟 别无他法 他是我的一部分 我能得知他每段波动 感知他每一点情绪 我和他本就是一体的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轻微发颤 所以呢 按你所说 他是你的一部分 甚至就是你 可你们分明就是两种不同的人 仙君要修无情道 情根既已割舍 那便一意孤行 永远别寻回来了 阿盈为何这样看我 他没稍微扬 却是顾飞辞 绝对不会有的温柔表情 阿盈总是看着我这张脸发呆 是因为越发像他了吗 明明青鸾的声音 还如往常那样温柔 可我却生生听出一股凉意 他凑近来吻我 唇半悬在我鼻尖 扎得满身富裕花香 眼底荡出一点狡黠 你在想谁呢 他捉住我的手腕 掌心很热 似要将我一层皮烫化 风吹拂着我们 发肆纠缠在一起 我听见他叹气 阿盈 其实我都知道的 你知道什么 少有的 我没能看懂他眼底情绪 修仙界有洞天 共一百零八层 若是能活着通过最顶层的考验 便可摘得允星石 世上当真存在允星石 那些记载其谈一文的杂书上写 若得允星之石 献祭全身修为 可时空回溯 可开启时空回溯之人 虽能回到过去 却要带着往事记忆 青鸾目光沉沉 凝视着我 他为你闯有洞天 摘得允星石 耗尽生命修为 只为回来见你 阿盈以为 他是在报恩吗 我瞪大双眼 这些字我都认得 可突然一股脑地涌入脑海 让我不解其意 青鸾这是什么意思 他所说的他 是指顾飞瓷吗 见我愣愣看着他不回话 青鸾猛地将我拥抱入怀 力气很大 不容挣脱 他为你做的一切我都知道 因为我是他的一部分 我们共享记忆 自从你选择我的瞬间 我就知道 你回来了 阿盈 他的声音听起来十分脆弱 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他为你做的事 我怕你 怕你丢下我 实话说 我的确很意外 意外这一世能重新来过 是因为仙君 我一直以为 重来一次是我的白日做梦 死前幻想 可真正切身实地来到往事之中 是不太可能置身事外的 于是我学着去选择 未曾选过的人生 去喜欢同样热情的人 直到此时此刻 我仍旧是幸福的 我轻轻拂过他的每一寸几倍 轻声安慰 上一世我救了仙君 所以他才会救我 陈兴 我是喜欢你的 我不会丢下你的 肩膀有点湿 青鸾的眼泪都沾到我的新裙子上 漂亮贵重的月白纱 阴出一小片泪痕 他犹犹豫豫 又欲言又止 我也闯了有洞天 我也想救你 可我没他厉害 青鸾在我面前流露悲伤 这一回像是要把所有眼泪都哭尽 生怕我一转眼不见了 死死抱着不放手 在我眼里 仙君是仙君 如日月生辉 青鸾是青鸾 独属于我的青鸾 我嗅着他身上越发浓重的槐花香 知晓他大抵又是情动难易 主动吻上了他 他的唇很软 花瓣一样 逐渐碾成鬼迷的暗色 浅尝者指 竟比酒更醉人 仙君度雷节那日 青鸾山上笼罩了好几层乌云 一眼望去压抑至极 为了不波及青鸾山的弟子 他独身一人去了远处的荒山 以他的修为 肯定能成功飞升的 我翻着画本子 歪在他上读得津津有味 青鸾则在一旁打坐 正读到最关键之时 窗外惊雷大作 狂风一起 便刮来格外急促的雨 屋内黑的连琉璃灯都不太管用 我将琉璃灯调到最亮 看了眼窗外雨势 天边惊雷震震 看着格外凶残 不知怎么 明明是仙君度劫 我倒有点心慌 总觉得要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 若是仙君飞升 我的青鸾怎么办 会不会被强行带走 手里的话本失去了吸引力 我有点烦躁 反复开开合合 看不进去一个字 雷劈了很多道 声音大道响彻青剑山 从未见到谁 度个劫难如此阵仗 上一世仙君未曾渡截 这一世应使得了机缘 想明白其中观俏 修为到了一定程度后 便只剩下修心 如今他卖过这一关 也算修成正果 想着想着 天边一道格外明亮的惊雷乍现 像是为了映照心头 若有似无的恐慌 巨大雷声碾压而下 我大脑空白一片 还在胡祖时 族长曾说过 修为越高 渡截之时的天结越强 飞慈仙君是近百年来 唯一有望飞升的修仙者 难道他也会失败吗 窗外天色更沉 此刻竟像是深夜 天边乌云仍未散去 只下雨 却不再打雷 本在一旁安静打坐的青鸾 忽然身子一歪 猛地喷出一口血 摇摇欲坠 我连忙扔下花本子扶住他 他顺从靠在我肩头 上朝的眼尾运出一小段诗红 我急切地问他 你如何了 不舒服吗 指尖搭在他的手腕 他体内灵力溃散 不像是走火入魔 倒像是被某种强劲的力量冲散了 我思考一瞬 找出顾元丹 抵在他唇边 他薄唇微起 吞下那枚丹药 柔软唇半 却沾上指尖 他上压指腹 落下一个轻柔却急切地问 我很担心他的状况 一连询问了好几声 半晌后 他才哑着声音回我 阿盈 他失败了 道心破损 天雷劈得他魂飞破散 本是一体 记忆同响 我并不讶异 只是没想到 那样厉害的仙君 竟会生死到消 他抬眼 那双凤眸压了几分惊雷急语 隐在漆黑铜色中 显得深邃无忌 他似想从我眼中 瞧出些别的情绪 无关他的情绪 可我只是认真盯着他 只见在他脉肩微微滑动 身上难受吗 你的灵力在体内乱窜 要小心梳理条息 我很担心 他紧紧抱着我 像是怕失去某种 好不容易得到的珍宝 不留一丝余地 激进嵌入骨血 我听见他声音发颤 阿盈 他死了 你别丢下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他又猛地放开我 捧住我的双手 眼眶红到湿润 像是下一秒就能落泪 青鸾压着我的手 去摸他的脸 近乎于无伦次 原本日见伶俐的长相 此刻却尽是讨好的柔软 阿盈 别不要我 你把我当成他 也 也行的 最后几个字明明哽咽 他却仍说出了声 可眼泪出卖了他 滑入下河的滚烫泪水 对我用指尖擦去 我稳在他发红的眼角 靠得很近 谁说你们像的 就算是略有相似的眉眼 我也能分辨谁是谁 从不会将他错认 午夜梦回 入梦入心的 也从来就只有陈兴 娘说错了 我不是不聪明的狐狸 相反 我最聪明 世界上那么多人 那么多妖 终其一生看不清自己的心 可我能 我有敢于拿起放下的勇气 一旦确认对方拥有同等真心 我便不留余地 飞蛾真的会扑火吗 世人说他们渺小 也会借以自嘲 被人冠上不值得的评价 用以标榜不计回报的真情 可在看到光的那一刻 其实一切都有了回报 顾飞慈真的死了 魂飞魄散 身体也化作万千光尘 在世间散开 青剑山上的长老与弟子们提起他时 都是忍不住唏嘘的 无情道不愧是天下第一男 就连飞慈先君都失败了 飞慈先君不染俗臣 身边更是一个女子也无 怎么就 哎 众说纷纭 青鸾听了却 好半天没说话 过了会儿便眼巴巴的找我 小心翼翼试探 不如我们离开青剑山吧 我看着他的眼睛 捉住了里头藏得极深的稀迹 好啊 待了这么久也腻了 听说你们青鸾一族须一千里 我也想骑一骑 陈兴眼睛一亮 连忙来拉我的手 昨夜阿盈骑得不开心吗 我脸皮微热 推开他凑过来的脸 青天白日说什么胡话 你想去哪 他神神秘秘的再次凑近 温热气息洒在耳阔 哪里都好 只要和你一起 走之前 我们去荒山看看吧 荒山 顾飞慈度劫身死的地方 我也知道 前世我对顾飞慈的追逐 仍旧会让陈兴介怀 无论我怎样说他都不完全相信 他最爱在我醉酒 或者将睡未睡之时 巧声问我爱谁 得到想要的答案后 便会像得到满足的小兽一样 又乖又软 荒山并不是我第一次来 上一世飞慈先君 在荒山闭关清休 我曾舔狗般的来这 照顾过他一段时日 先君始终对我淡淡 他基本没有情绪起伏的时候 与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不必 巨人千里 根本就是没有缝的鸡蛋 我早已放下妄念 却深知先君是值得喜欢的人 也不后悔那些追着他跑的时光 只不过重来一时 我想更爱自己一些 想试试双向奔赴 和那只雨色艳丽的青鸾一起 过简单去快乐的时光 我与他并肩坐在荒山上 爽朗的尘风吹走困倦 天雷早已将这山上 凌星的几棵树披得焦黑 我正想着若是雷劈到我 我会不会也如这惨树发黑溃烂 陈星蓬松的头发便蹭到了我的脸 是在想他吗 他委屈扁嘴 明明生了一副清冷无尘的神仙样貌 却偏偏总是这副委屈 惹人怜爱的表情 实在让我这只贪恋美色的狐狸心软 我揉乱他的头发 怎么想带我来这儿 明明最怕活在顾飞池的影子里 怕我像画本子里写的渣女一样 将他当替身 他本应当对仙君的一切绝口不提 可偏偏就送到我面前 我怀疑青鸾他拿什么稀奇古怪的苦情剧本 总以为我们在上演虐恋情深 他声音有些发闷 阿盈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 是那只不用思考太多的神鸟青鸾 还是斩断情根绣无情道的冷情仙君 他们共享记忆 共享知觉 与其说两个人 更像是分身 无论活了哪一个 对方都留在彼此的身体里 无法消磨 以至于他骨子里 其实有很强的劣根性 矛盾的近乎要将他割裂成疯子 属于顾飞池的那部分 希望你选他 属于青鸾那部分 也希望你选他 我是他们的结合体 你还会喜欢我吗 他眼底湿漉漉的 像是进了温水 双眼一眨不眨的盯着我 像要随时流下泪来 作为顾飞池 我没有感知情绪的能力 纵使那颗心向你偏移 可做不出任何回应 我的情绪只留空白 可我作为青鸾时 我能用一颗心向你表达爱意 先君动心 青鸾才会动心 他们本就是一个人啊 我瞪大一双眼睛 深切明白了 什么叫做瞪得像同龄 大脑开始卡壳了 白茫茫一片 只会说我 我我你你你 我原本单纯天真的以为 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 只是共享记忆而已 却没想到一切都是共享的 甚至他们一时兴起的念头 都会影响到彼此 见我指着他 指了半天 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他卸下十分完美的乖巧面具 眉眼春光荡起连衣 他笑得像蛊惑人心的妖精 青鸾的脸 顾飞池的脸 重合在我眼前 是面前人的模样 他笑一声 富尔又用那副乖巧模样看我 那个身体没用 心魔已成 早晚会死的 心魔 活了两世 其实我不知道顾飞池的心魔是什么 于是我就乱了出来 青鸾看了我两久 倾笑着结果 不太重要 从此以后 就只有一个我 他仅仅将我搂在怀里 荒山上的风被太阳照得很暖 我在他怀里待坐一上午 突然反应过来 我说怎么前世 明明我从不正眼看青鸾 青鸾不仅喜欢我 还在我生死后悲痛欲绝 原来我追着仙君跑 仙君的心都冻到他那里去了 这种玄幻的感觉 还真是颇为奇妙 我正神思游走之际 青鸾却恶狠狠地扶着我的肩膀 一双眼死死盯着我 不许想他 你只有我 我歪了歪脑袋 去摸他染上淡粉的绝美脸蛋 你不是说你们是一个人吗 我想想怎么了 你是在吃自己的醋吗 他伸手捏我的脸 十分诚实地认了 对 他不配 你只准喜欢我 青鸾用额头抵住我的额头 引着我神思交融 花香散入暖风中 勾起一阵惬意畅快的风声 体温渐进 必无可避